各位老师晚上好 各位师兄师姐晚上好 我是卢敬贤 是23期初中班学生 今晚很荣幸能够和大家分享 学了长生学病情有了好转 我是在去年2月间发现双手无法提起来 3月看医生被诊断出 我得了是多兆运动神经病变 英语是Multifocal Motor Neuropathy 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 免疫系统失调后攻击自己的神经 而导致四肢无力 也称自体免疫性疾病 我曾经很衰弱 到连一只汤匙也拿不起来 站也站不稳 感觉就像瘫痪人士 医生说我这种病症 只要每逢感觉四肢开始无力就得入院 接受这个简称的蛋白疗法 一般的例子是长久性的 入院接受这个蛋白疗法 一旦这个蛋白疗法产生了体 不了作用 就会像瘫痪一样 一直需要别人服事 当时我听后非常难过 接下来每个人都进出医院 做服静脉出射免疫求蛋白疗法 至今年我已经第二次把时间给延长了 所以今年9月份我入院的时候 也分别挪后了两个月 所以这一次也是超过两个月了 我还不用入院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我不真的很不喜欢这插针的感觉 由于我需住上四天才完成这个疗程 所以原本我是不怕被插针的 但是曾经有一次呢 我插上七针才能够顺利完成 所以造成我对这个过程感到恐惧和害怕 在还没接触到产生血时 我一旦开始无力 时就会很快地陷入手脚无力的状态 跟着就会脚软而跌倒 曾经在不知觉中过马路时 跌倒后自己也无法爬起来 我学了长生血后 除了静坐和字条 也到关怀站给义工们帮我调理 在几个月的调整后 能够感受到我的手脚无力的状态有了起色 一开始我需要先生用轮椅推我进医院 从去年五月开始去关怀站 六月初中急班 不到三个月我就能够自己独自进医院接受治疗 当时我的双手从手指到手前臂 时不时都会出现抽筋的状况 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一旦来洗我就马上静坐 来舒缓抽筋的疼痛 如果有师姐在旁 我也会借助他们那双爱心的手来缓解 这两种方法都非常有效 我不排除吃中药也有一定的疗效 不过长生学真的能够让我更快速的提高恢复力 我也想借此机会分享关于帮助其他人调整 而自己也受益的体会 之前因为我身体还虚弱 所以我就是由师兄师姐来帮我调整 不过自从我身体逐渐恢复后 我也想帮他人调理 曾听卫老师分享过 要是你的亲人和朋友有哪里不舒服 就把你的手放在他们不舒服的位置 就能帮他们疏解 记得有几次儿子流鼻梯 或鼻塞感到不适 我帮他调整七号和鼻子的部位 他都能感觉到舒服而睡着了 过后他每逢鼻子不舒服都会找我帮他调 女儿在考试前睡不着 我也帮他调头部 不到半小时他也能安然入睡 我也曾有过朋友头痛 我去他的家帮他调上一个小时 他过后也跟我说他的头痛没了 我也感觉自己有力又更有精神 今年9月我在医院认识一位60岁的阿姨 得知他癌症复发 需要开刀除掉部分的胃 我也找机会在他动完手术后 隔天连续每天去医院帮他调 一次大概一个半小时 每次调完他都会比较舒服容易入睡 看得出他的精神状态很好 他的恢复力也增强了 在他原本计划出院的前一天吃错了东西 让他的肚子一直很不舒服 整个下午和晚上完全吃不下东西 一直不停地吐粘稠的口水 非常辛苦 我帮他调了一个小时 他感觉到舒服后就跟我说 他的肚子开始饿了想要吃东西 原本医生跟他说 要是肚子还不是舒服 就得继续留医院观察结果 他当晚就有了好转 隔天便可以回家 我在帮他人调的同时 也感觉到自己身体热热 手麻麻刺刺的 有时候还会出汗 调完后整个人也很轻松 感觉真的很好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到关怀站 接受调整或当义工 我希望各位师兄师姐 能够凭着慈悲的爱心和无私的付出 持续不断地积极上线 帮助这些无助病痛的被关怀者 让他们也向我们 我得到大家的帮助 真的很感激魏老师 所有的师兄师姐给我认识长生学 在我还处于不适状态之间 一直有义工很用心地到医院和家里 帮我调整 我非常感恩 我每天都充满感激之心 认识与上了长生学的课后 我们不但能够帮助他人 也能够同时帮自己 亲身体会到宇宙的能量 实在是太伟大了 非常感恩 谢谢 我就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你刚刚有讲到 只要你感觉那个症状要发作 你马上静坐 或者调整 或者旁边有其他的师兄师姐 就请他们马上帮你调 就马上可以得到舒缓 这代表 去做长生学 马上有那个效果 尤其在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 医生是觉得很麻烦的 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 免疫系统攻打自己的疾病 在医生方面 很不好治疗 也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根治 但是做长生学 就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恢复正常 让免疫系统 他清楚的知道 原来攻打自己身体的部位 是不对的 他变聪明以后 他就能够不再攻打自己 反而会去修复自己 这个就是长生学的奥妙地方 把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换起 让他变得聪明了 就不会再攻打自己 反而会去修复我们自己 这样慢慢就有机会 可以好起来的 谢谢你的分享 加油加油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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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